这位作者就是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的研究员 性都挺特别 但是对香港人来说近日可能对这个字比较熟悉 大达的达字 达志江教授是内地一位东北亚的专家 对日韩的地缘政治很熟悉 不过今次又不是说很深奥的证词 解读一下中国是开放很多国人的外游 国财讲到百亿多人不安于失 你们出去玩一下 其中的热点就是日本 上周嘉权选早点都讲到 非日本东京的班机真的包班 不过你又不知道不是很多班 因为疫情未完全解释 所以航班都未复偿 香港也是 香港去日本的航班都未复偿 开到六成还是怎么样 好了 达志江说 其实哪有这么多人去日本 只不过是日本做了 其实这些就是认知战 认知战 认知战 他说的是事实 日本的重要的媒体 富士电视台 每日新闻多个媒体 都在这方面大做文章 重点去报导 超级黄金周说 中国人如何喜欢去日本旅行 目的何在呢 目的当然是针对目前 中国抗议和反对日本排放核污水 这次就说了 日本的媒体 凝造到 不是啊 很多中国人来日本旅游 而且不怕这个余山 不过我想补充一下 我上星期找那个组点 是来自大陆的新闻网 他告诉我们 那些机票是爆了 不过为什么都可以预计到 其实日本向来都是内地人 其实真是首选的 他来香港不是来旅行 是来逛逛 去日本真是拿几个空箱去 代换很多日元去 那些真是旅行消费 为什么日本在黄金周 这么受欢迎 其实都受香港欢迎 因为如果你是日本迷 你一定会知道 上星期日本的紫水 差不多是近来最低 对港元是5.25.3 哇 听到是不是很厉害 准管人民币都变得正 但是对日元来说 也都在感觉上是好些 那当然那位教授 他很大程度 也是故意冲淡 我觉得日本媒体 是故意加温 中国专家就故意降温 我真的看见那个 问题就这么大 中日的情节多特别 他说了三点 我觉得也有点牵强 但为什么说到 这个模糊概念 其实不是这么多游客 有些是商务 有些是去读书 但那里是很有限 其实游客是大多数 他有些不熟悉 我就熟悉了 读书那些 因为日本是很早开学 跟欧美不同 欧美、英国十月才开学 日本九月 我儿子是八月底 已经要去 一早开学 第二点就是 蒙混过关 借着所谓旅游热 很多中国游客 一厢情愿得出 排放污水对日本旅游 是没有太大影响 其实不是 然后又令周边国家 其实都很反对 我有点觉得 第二点比第一点更加牵强 日本媒体在机场 会讨论中国游客 你来日本会吃鱼生 有些人说吃鱼生 都是进去剪 你问对那个喜欢吃鱼生 但大件事就是 中国去日本的领事 他都说是吃鱼生 结果外交部要澄清 领事是要跟中国的立场 当然有多少认知战 第三点 他说是用歪了借力打力的心思 宣传错位 这些日本媒体发起 这场中国人赴日旅游的宣传战的心思 无外想是营造对日本有利的 所谓中国人根本不在乎 日本的核污水排放的问题 终于那个忙 就忘记了 这些不实的信息 那些人说你是借力打力 其实三样东西都讲了一样东西 他分开三点讲 最后就说周边国家 不单是中国 韩国东南亚国家 以至太平洋岛国 和部分中南美国家 都对日本排放污水有担忧 日本国内的民众 都认为这样会损害日本的国际形象 都是三福气 可想而知 中日这个结 其因应 关键都不在习污水 关键就是美日韩 你从这个大卫营会议说起 中国都感受到 东北亚现在形成了一个很坚强的制衡中国阵营 这个才是关键所在的 所以达教授 准管是东北亚的战略研究所的首席专家 但似乎这篇文章的立论基础都不是太稳健 很薄弱 为什么我们要选这个呢 《环球时报》 休息 内地都挺好 逢家都可以放足 八天 很多国际大事 香港媒体 香港媒体一年都休三天 如果电子媒体就没得休 幸好不休 我们以前打风也要上班 打风也要早点上班 接着看看台湾的经济日报 台湾今天来说 是一个最比较特别的新闻 可能过两天再说 关于双十 麦英九说我不出席了 因为蔡英文扭曲了整个双十的意义和形式 因为蔡英文 其实台湾还台湾 还跟这些东西来说 这个都看见 这个势都形成了 我就选了台湾《金日报》 讲一些经济的问题 这个问题 我对香港来说 都是一些啟示 九月底台湾很AI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国际级的AI巨脈 都去了台湾 有公开的活动 公开的发言 AI好像很深的东西 我过去这半年都看了少部分 我不会看不到 因为写得很深 今天《台湾经济日报》这篇社论 用多浅显的文字 说出AI目前在这个世代出现的问题 以及我们应该如何面对 没错 现在因为这些东西太陌生 而且来得太快 于是有些人害怕了它 会不会搞到将来都乱了 很多工没有了 很多东西真假难分 有些人全面拥抱 即是说我们就进入AI时代 你不适应 你就借命了 不要妨礙我们 AI的开发者 即是几个不同的开发者 都不若而同 你都觉得 未来的AI就好像现在的iPhone一样 变成了人人都可以用的一些工具 而且在各行各业 包括在金融物流教育 医疗卫生实现出来 甚至乎结论就是说 日常生活不可划决 这就是现代科技文明 每次出现的时候 都引起人类很多猜想 但很多东西也不是可以估计得好 《经济日报》写中 它建基于 刚才说过 几位国际级的AI巨脈去了台湾 大家都有一个很扎实的宣讲 它因应着这些理论 推出特别对社会那种影响 以及我们如何去回应 对社会影响了什么呢 它真的可以 因为所谓AI 特别是要讲新诚式的AI 即是说它可以自己创造一些东西出来 举一个例子就是 它可以自动生成文本 即是文字 图片 音乐 甚至可以帮忙写程式 他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很简单 大家也知道 美国有一位科技公司的上班族 他从来没有接触过画画和写作 但为了帮女儿写一本 睡觉前的故事书 于是他就用了 《Check GPT》 即是AI的新程式 去编写这个故事 再使用图片新成AI工具 来绘画这些插图 短短几日 他就在亚马逊线上的书店 出版了这个作品 几日时间 其实亚马逊线上的书 已经有很多本 叫AI新成 我想起曹雪勤写 《红楼梦》写了多少年 还要怕高额改了多少 而死了来 你当然是持血败的事来过去 几日之内 你可能也未必是这方面有很深的底蕴 但你能够善用技术 东抄西集也有AI帮手 你可以信息成为唱小说的作家 这是知识的开放 知识不是少数人拥有 任何人 你掌握技术 你都可以拥有知识的可能 都是比较正面一面 当然是AI对很多行业大挑战 因为很多技术方面可以取代 亦都令到有些工种受到挑战 当然你善用技术 亦都能够提升你的技术 是的 我尝试简单说一说 为什么AI为之新成 很简单 因为它借着电脑 亦都透过网络 它自己去找不同的资料 浩瀚无烟 无边界 所有在网络世界上的所有资料 电脑自己是帮你去找 找出来 你认为认为设定了主题 有用的相关东西 帮你有机组合成为一件事 但牵涉到一件事 那些东西你没有问过人 电脑没有问过资料的存放人 或者什么 就拿出来 这就是版权的问题 香港面对了问题 所以今时今日 我们可以透过AI技术 可以重造翻山的张国荣 可以令梅艳芳再现在大家眼前 各方面 你一般人都看不懂分别在哪 因为他找了很多张照片去比对 然后抽了图片里面的成分 于是他好像在说话都可以 当然一些娱乐性 大家还可以一笑自知 但去到政治性 其实早前也出现过一些 普京被抓了 特朗普在坐牢 你完全肉眼上分辨不到哪些图片 是真是假的 你想想 尹光都透过A 有人透过AI来唱歌 你就知道 将来很简单的东西 过去其实是 老总是我们人脑去找 你凭你过往的见识和资历 或者你的认知 你怎样判断一样东西 现在AI就是 我一秒之间 已经运算了很多次 找了很多资料出来 所以大洗力都不是任何人 任何政府可以阻止 所以经济报都说到 其实这种力量 你不可以阻止 只能够制定AI的伦理准则 加强相关的法例监管 特别是对私隐的保护 和技术安全防分等 这些都是香港 其实我们要做的事 其实AI有没有机会 好像以前的科幻片 那样 反过来控制人类 因为理论上 它想法比你更快 还有AI教育都重要 经济也提出 你AI就不好 被大企业垄断了 只有我才行 你将越普及化 使得知识更加开放 就不会被小臣垄断了 是的 那你们有什么看法 有什么意见 AI的东西都可以说 介绍我们认识一下 因为这个我相信 禁不了潮流弹 但是都挺恐怖的 如果用不得其法 其所的时候 对人类可能是一种很大的冲击 这一百更多精彩节目 等着大家 足本重温 声音客栽服务 年费一千元 请职订购支持